在公元979年 宋朝的皇帝赵光义拿下 盘踞在太原的小王朝北汉之后 就下了一个命令 把城里所有的人牵出去 然后一把火把这座千年的名城给烧了 赵光义为什么下令毁掉太原呢 有人说太原有龙翅 如果你不毁掉的话 是要出皇帝的 那么在历史上 太原确实有龙城的说法 他的特产就是皇帝 唐朝的李渊就是在这里指示的 那么到了唐朝灭亡之后 接连好几个皇帝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后唐的开国皇帝李承煦在太原出神的 那么接下来后晋的开国皇帝 在称帝之前是河东结都市 大本营就在太原 后汉的开国皇帝刘之远 当皇帝之前他是太原王 五代十国有三个朝代是在太原发家的 那为什么太原能够胜场皇帝呢 主要是山师的地理行圣 左黄河 右太寒 北大漠 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当元 山师是我们中国显观最多的省份 年子观平行观等等有十大关口 外面很难打进来 此外呢 山师很彪悍 各种资源又很充足 你要战马有战马 要盐有盐 要联草有联草 所以这是一块帝王自知 你利用好了就可以动摇天下 最后呢 太原当时的城啊 修得太牛了 太原它不是一个城 而是一个城裙 它是城套城 外面有三大城 里面还有一大堆的小城 你兵马到了 你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宋朝曾经供了三字的 都没有拿下来 赵光义最后是举全国之力 趁着对方体肉多病才拿下了太原 所以太原给他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拿下太原以后 他又下令放火烧城 还怕太原又能恢复过来 所以他以这个河水灌太原 彻底地把这多城给毁了 那么后来呢 宋朝在上方又重修了太原城 但是重修后的太原城 不可能跟以前的比了 这也导致北方没有军事纵正了 后面金兵南清 太原城敌党了两百多天以后就沦陷了 金兵直指开封 靖康子 北宋灭亡 宋朝江山 也由赵光义一脉 回到了赵光义的手上 可以说呢 赵光义是重英德国 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地图上的中国史 一个有三册 是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它的地图很专业 而且非常之多 只乎每个职业呢 就有一个地图 通过地图啊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我们中国历史是怎么变化的 每个历史事件 为什么是这样发生的 跟地图啊是有关系的 此外它的图片也非常漂亮 这本书的知识点呢 非常的密集 它有历史事件的介绍 有国宝的介绍 有人物的介绍 还有中国的年表 还有古今地名对照 甚至呢 还有外国历史介绍 中国这个时候 外国在发生什么事情 文字部分也是很严谨的 它的每一部分啊 都是由专门的历史学家 来进行编审的 保证它的内容的准确性 现在购买的话 还会偶尔赠送一个地图册 这一面呢 是我们中国的监狱变化 这一面呢 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年表 点视频中的小黄车 就可以购买这一套书 导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